杜月生 有过五位夫人 分别有原配妻子沈月英 二一太臣国英 二一太臣国英 四一太姚玉兰 五一太孟小冬 各个极美貌与气质于一身 原配夫人沈月英杜月生 在发迹之前 经黄锦荣夫人的错客 与着遇见沈月英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时的杜月生对妻子十分的看重 认为沈月英是她的福星 她的事业一直都十分顺利 然而沈月英平日里 就学着人抽大眼打的时光 既不出门待客 也不提心丈夫 一直未有生育 随着丈夫一太太的进门 她最终与自己的表哥秘密优惠 不远生德之后 将妻子带回杜家老柴求见 直至其长子成婚 沈月英才在众人面前露面 随着杜月生声望的提高 二姨太臣 婚姻进入度假 她原本是风月场里的一位舞女 音跳舞与杜月生相识 婚后育有三子为管 为汉为宁 三姨太是小贵孙的外甥女 十六岁被杜月生收为三房 育有两子为平 为亲 左摇玉兰摇玉兰 著名京剧炒绝七盏灯的长女 她是一位聪慧的女子 还拥有美丽的容貌 典雅的气质 经过黄金戎太太的错课 她于1928年 嫁给了上海滩青帮头目杜月生 成为她的四姨太 婚后生育二子和二女为善 为宗和美如 美侠 姚玉兰和孟小冬 1949年4月27日 姚玉兰随着杜月生一起乘船赴香港 直至丈夫去世后 姚玉兰才迁居台湾 受到宋美玲 孔二小姐的照顾 此外 姚玉兰和孟小冬感情非常的好 她的这位好姐妹 会成为杜月生的五姨太 有她的手笔 孟小冬 孟小冬在嫁给杜月生之前 与金剧大师梅兰芳有过一段情 后来为了尊严结婚 这位明远年轻时的颜值非常的高 她被公认为渔派主要传人 人称东皇 在京剧的历史上打出了一片天 红极一时 杜月生和孟小冬孟小冬后 随杜月生在1949年逃往香港后 并与之结婚 孟小冬风云柔存的脸上才现出了笑容 他们有了女儿不美娟 杜月生在婚礼上很认真的 让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们给孟小冬磕头 可见对其的看着 杜月生去世后 孟小冬去了台湾 七十岁时离开人世 祝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